Lepase Equation 推重 早上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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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一次講到 我們要解 Lepase Equation quo Pursong Equation 你可以看到你要解Lepase Equation 跟Pursong Equation 其實是蠻 複雜的一個事情 那在我们没有很正式的去解它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上一堂课只针对一个 one dimension的这个laplus equation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复杂程度 所以我们很希望的是说 不管你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把这个potential是唯一解的定理 去把它定证明出来 也就是说你怎么找 找到一组解 那这组解就是一定是它的这个系统的解 换句话说 因为你的解不可能是有两组以上的 那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讲上一堂课在讲影像电荷的时候 那image charge这个视群的话 它的这个印象电荷的话 也是一种你要寻找potential的这个解的方式 那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就针对几个case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用image charge的方式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更简化一些些 那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说我们现在有一个conductor 那这个conductor呢 你把他接地 把他关 ok 那我说 对我们的坐标系统 令他这个是x 这边是y好了 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假设有一个charge 这q 他所在的位置呢 是d00的位置 那我们这样 现在要解的就是说 在某一点上面 p点 xyz的时候 那到底他的potential是多少 ok 那 那 看句话说 你在这一点上面的potential 除了q给他的以外 还有一个是这个conduct 这个平面上面 这个导体的平面上面 也会因为q的存在 而给p一个potential的这个contribution 那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知道 第一个部分 在上一堂课里面 我们也针对这个有讲 我说xyz 当x等于0的时候 直接把它写在这里好了 x等于0 yz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是把它接地了 所以你一定 这个是ground ok 你已经接地了 那 所以我的potential 令他就是 我的这个电位零点 ok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知道的 假设这个potential 如果是在无穷远 比如说 我把q拿到无穷远的地方去的话 那q拿到无穷远的地方去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potential p啊 因为你这是接地 它potential是等于0 q又在无穷远的地方 所以在p点上面的话 你知道的potential xyz 它一定是要取去0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趋近R 我们再怎么讲的话 就是 这个q很远的地方 它跟 它跟p点之间的距离R的部分的话呢 那 这个R呢 也趋近无穷远 ok 这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把它移 移到无穷远的地方 ok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当R趋近于这个0 也就是说 这个chart 这个p点啊 跟q点呢 如果我R趋近于0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potential是趋近于4pi 1.0 R分之q 这是 这q对p点的作用的部分 那当R趋近于0的时候 ok 那 你就可以看到了一件事情是说 我的p点一直只有到这个而已 那 这是local的地方 它对它的影响是最大的 反而这个ground对它的影响 因为你的距离 不管这个距离是多少 如果我说这是低的话 那低 因为R是趋近于0 所以我的potential 当R趋近于0的时候的话呢 它对它的影响 也就是这p点是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这个q直接影响到的 比这个ground的conductor影响到它 还要来的强 那第四点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是一个对称的问题 对 YZ 如果你把Z轴把它画出来的话 所以你的potential XYZ 它应该是 帮YZ Y变成负Y 它是一样的 而且一样的 Z变成负Z 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你求出来的potential 你必须要满足 这些 这个条件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怎么去计算它呢 理论上面是 我的potential是怎样子 我的potential 我已经知道说 它对它的影响 所以 理论上是 我说R是等于多少 R是不是等于 X-X-D 帮号的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的开1² 所以你看到是 x-d 挂号的平方 加y平 加z平方的 开1 2 2 的 这个点 q对它的 这个contribution 另外一个 部分 是谁对它的 contribution呢 是 这个上面的 surface charge 任何一个 local的surface charge 对它的contribution 好 你这上面都会有 因为你q在这个地方 那上面虽然 但是你的charge 的分布 因为你这个q的存在 会有这个感应电荷 那每一点 每一点 对它的contribution 你要去把它计算出来 所以你这是会 rplank 然后 sigma的ds 这是rplank OK 那每一个local的charge 那这是理论上 你应该要这样子算 那我们要这样子算的过程当中 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你不知道sigma是什么分布 也就是说 在这里你感应的电荷 到底是怎么样的分布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要去算我的potential 就很困难 就很困难 那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不管 你这个分布是什么分布 你记住的一点 就是说 我当 x是等于0的时候 我的potential要等于0 也就是 我的p点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我是ground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接着要探讨 用imagecharge的方式 来计算我的问题的 那用imagecharge的方式呢 其实有一半 你是要去猜 猜说 用什么东西 来代替 你这个ground conductor 也就是说 这一项的东西 要用什么 要用怎样的影像电荷 来代替它 如果你猜对了 猜对的时候 你就会符合这些条件 那你的解 因为我们上一堂课 已经讲过说 我们的potential 只有唯一的 那表示那个解 就是对的解 不会有其他的解出现 ok 所以 现在我们把这个点 这个问题 我说 我先猜 那我说 怎么猜呢 其实没有什么好方法 必须 有很多东西 是你的一些 这个经验的累积 那你做多了 你就知道说 大概是什么情况 好 我们说 我们的Q点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他跟他的距离 是低 那我为了 要使VX等于0 YZ等于0的话 我有一个方式 我有一个方式就是 换句话说 在这个位置的potential 要等于0 那我最简单的方法 我就是把 把这个conductor呢 把它用另外一个 负Q来代替他 那他的距离 一样的是低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不论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在这一点的 这个Y轴上面 或者YZ Plan上面的 任何一点 他的potential一定等于0 对不对 OK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这是R正 这是R负 那我们知道 我们VX等于0的时候 YZ 我用大R好了 那 他呢 就是等于4π 一凶0R 正Q 减掉4π 一凶0R 负Q 这是等于0 那如果 他在任何的 不同的位置上面 这P点 这是我们有兴趣 去求的点 OK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的potential XYZ 它呢 是等于4π 一凶0 分之1 R正 Q 大 最大写 我一路上都大写 然后减掉R负Q OK 那R正的部分 你把它带进来 是π 一凶0分之1 R正呢 是等于 X减D 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的减2分之1次方 分之Q R负呢 是等于 X加D 的平方加Y平方 加Z平方 的减2分之1次方 分之Q 这是我们猜的 那猜出来的结果 对不对 第一个 我们从这里 知道说 这个条件 你这样猜 它是符合的 OK 那再来 你趋近 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不管R正 R负 都趋近无穷大 那你的potential要趋近于0 也符合的 OK 那你的P点 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的P点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只是距离 是πH用R 这个R的Q 也几乎是OK的 那对我们现在 求出来的这个值 你把Y变成 负Y 过Z变成负Z 它其实值是一样 所以 大概你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样子 得出来的结果 好像是 没什么大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 就要check一下了 OK check什么 check我们的 Laplace equation 如果 X等于0的时候 那 它会不会是等于0 OK 好 那 你把它 这个Laplace 你去解一下 我们会发现 你就是对 X 二次尾分 再对Y 二次尾分 再对G 二次尾分 然后把它加起来 你会发现 它OK 所以 你自己check一次 我在这边黑板上 我不再做了 就是你把它 每一个都二次尾分 那确定 这个是 没问题的 这是OK OK 那 当你check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 我们实际上 我就可以把 我的Sigma 求出来 为什么 我说我可以把 我的Sigma 求出来呢 因为 我们在Bo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 我们讲过 OK 这是 第一个戒指 这是第二个戒指 那我说 这是N N Dot D1-D2 然后 它所得到的结果 就是你在这里的 Surface Charge OK ZoS 或者我把它写成 Sigma 那现在 你的Surface Charge 我就可以由此来写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把这个当成 Medium 1 这当成是Medium 2 所以你的N 是这个方向 OK 那N 是I的方向 Dot D1呢 D1是这里的 Ision 0 1 然后D2呢 D2是什么 D2是在Conduct里面 所以它的电场 是等于0的 那这就是你的Sigma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Sigma 直接你就知道 是Ision 0 I Dot D1 也就等于Ision 0 是Ex 的Component 那或者是说 你这个Normal方向 我们说 电场是等于 负的 Long V Long X OK 所以 这是在哪一个点 这个是在 X等于0的 位置上面的 电场 那你把它 上面的这个 微分一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负4Pi Ision 0 这个已经杀掉了 然后Q把它 提到 然后对 X 为分 X 减 D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的 2分之3次方 然后负的 2分之1 X减 D 乘上 2倍 OK 那X22就消掉了 再减掉 X加D 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的 2分之3次方 就一样的 负2分之1 然后乘上 两倍的 X加D 那22也消掉 OK 那你现在 你把它整理一下 你会 带 X等于0 这一点进去 你会得到 负的 4Pi Q 这边的话 是负D 然后这边呢 负负 负负得正 正D 然后这边 是负D 再也是正D 所以你把它两个加起来 有两倍的 D D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的2分之3次方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你的Sigma 是等于负的 2Pi Q D D平方 加Y平方加Z平方 的2分之3次方 1分之1 那你注意看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 我说Y加Z 从X轴看过去 Y加Z是不是 你现在 如果把我这个是X方向的话 那这是我的Conduction Plan 那你就可以看到是什么 你的Sigma 是对 这个整个对称 如果我这个是等于Rho好了 我说这是Rho平方 那你现在你这个就变成是 Fu2PiRho QD 然后D平方加Z平方的2分之3次方 那合理 这个Charge在这里 那Charge所感应的电荷是什么 随着D Rho值D是这一段 随着Rho值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的感应电荷越来越小 OK 那你说这里面所有的感应电荷 是等于多少 我们把它积出来 这就是你Soto的感应电荷 在这个Conduction Plan上面 那你把它积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 2Pi分之QD 然后B平方加Rho平方 的2分之3次方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是对Rho对称 所以你的Rho OK 2PiRho比Rho 然后Rho呢 从0G到无穷大 就是整个平面你把它积出来 那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 这个一G出来的时候 我这个你不在这边做了 你把它带进去一下 这Rho平方从0G到无穷大 你就可以看到这是-Q 换句话说 你看到这里是正Q的charge 这上面total感应出来的就是-Q的charge 只是这个-Q啊 只是这个-Q啊 不知道 而现在呢 你用imagecharge的方式 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sigma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环状的distribution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把这个防钻的distribution在这里 一圈一圈一圈的distribution 对它的 对每一个对它的 potential的贡献Rho 你把它计算出来的话 那它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它 OK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 这一个conduction plan啊 所产生的效益 这个ground的conduction plan 所产生的效益呢 我是可以用一个imagecharge 这个imagecharge呢 是在这个conduction plan的 跟Q对称的方向 那它的带电量是-Q 距离这个conduction plan是低 这样子的 imagecharge 来代替这个conduction plan 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 所有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这是一个导体的平面 那这个charge在这里啊 空间里面 所得到的potential 你全部可以视为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就视为 感觉到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导体 接地的导体的问题 跟你处理 这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了解吗 那如果是一模一样的意思的话 那接着我要问的 一个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接着我要问说 你这是一个conversion plan 那这个charge在这里 这样子的infused charge 所感应的电荷 是因为它的存在 你所感应出来的 它跟它的 这个距离 D相关的 换句话说 D是很远的时候 其实那上面不会induce charge D慢慢接近的时候 它上面开始induce charge出来 一环一环的induce charge出来 对不对 这可以想象的到 好 那我现在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要把 这个q啊 从无穷远的地方 然后移到你这个位置上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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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从无穷眼的地方 把他引进来的时候 我需要做多少的工 那我们说 我们需要做的工 就是 当你在无穷眼的地方 这是没有induced charge 慢慢接近的时候 有induced charge induced charge是什么 这个induced charge的位置 就跟他的位置是什么 低值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你看到是 在这里很像一个什么 这个镜子一样 Q慢慢接近的时候 这边的image charge也跟着一直接近 所以你这两边的interaction force f dot dl 这个f 是什么 你要从很远的地方把它引进来 你就要克服这两个之间的吸引力 这两个之间的吸引力是等于多少呢 这两个之间的吸引力 4pi 1.0分之1 r r 是两个之间的距离 然后q平方 然后q平方 这是负的 我们之间 它两个是负i ok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的话就变成4pi 你像0 2d平方 分之q平方 然后其实这个d是一个变数 你的变数就是什么 x 随着x从无穷眼的地方 一直拉拉拉拉到d的位置 所以我们把d用x来表示 然后dx 然后dx 那没有问题 那你去把它这个积分一下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积出来的 4pi 1.0 q平方 然后2 就是4 然后x分之1 负值 无穷大积到d 上下线带进去的话 就是等于d 这是你必须要 做的工 ok 那 我们可以把 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变成 你跟这个conduction plan的 这个interaction 用这个image charge 来表示 ok 好 那 这个工 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 如果你 现在你看到这个系统 这是 两个charge的系统 那 假设我们说 两个charge 一负 一振 两个距离 二d 其实有多少的工存在 这个静电能 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的静电能是多少呢 它的静电能 我们用wplank好了 那我们都知道它是等于4pi 2d分之q平方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 这是一阵一户 所以这边有一个负子 那 对不起 这是大写 通通通是大型 那我们再看一下好了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你把这个qr 从老眼的地方 无穷眼的地方 一直引到 低的位置的时候 你所需要花的工是这么多 但是储存在这个系统里面的 静电能的工是这么多 其实你看到的是什么 它只有它的一半 那另外一半跑到哪里去了 另外一半跑到哪里去了 对啊 导致plank是等于 这个是把q移过来的 的energy啊 那wplank 是等于w 还有一半呢 这个大小跟它一样啊 对不对 那这个是跑到哪里去了 这一半 其实你再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说我们从q 从无穷眼的地方 在移的过程当中 你确实是什么 要克服f 这个image charge之间的interaction ok 然后你慢慢的移过来 但是你别忘记了 当你在移的时候 这个负q啊 也从无穷眼的地方 慢慢的靠近 ok 所以实际上你需要用什么 你需要能量 去做什么 原因是你这个surface charge 是跟d有关系的 这个距离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你需当你的q从无穷眼进 拉近的时候 这个surface charge也从什么 无穷眼慢慢慢慢往内寄去 因为你的d值越来越小了 ok 这也需要公 所以这一半的公 其实是x小于0 等于0 所必须要给他的 而这一半呢 是x大于0的部分 你所给的公 ok 所以这两个部分 是你可以看到的 不一样的情况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所谓的image charge的部分 那是最简单的image charge 那你看到的结果 好 那这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 针对一个conductor 那我把它接地 我有一个charge 在他的外面 那我可以把这个conductor呢 当成是有一个image charge 在他对称的位置上面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 我的conductor呢 已经不是只有 一个plan而已 而是 两个plan所构成的 ok 那这个都是 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ground的 那我现在呢 有一个charge 那q的位置 距离它是d1 然后距离这个plan是d2 而且换句话说 我如果把 这个当成是x轴 然后把这个当成是y轴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想 用把这个问题 把它用类似image charge的方式 来取代 来取代这两个plan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你必须要去找一个image charge 那image charge的部分 首先你对x这个平面来讲的话 首先你对x这个平面来讲的话 我们说 它要ground 那你现在变成是q对称的位置 ok 他应该有一个负q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potential b等于0 那同样的这也要接地 那对称的位置 负q 那他也等于0了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两个不是infinity的 ok 如果你这里是一个0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样子过来的这个上面的surface上面的 在各点 好 我说这两点对他是等于0了 但是这一点又给他的 就定位了 所以他又不等于0了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要去想的就是说 我们会发现 你这里要补一个charge 而这个charge呢 是正q ok 你才可以让 在这点上面的charge 是这个potential是等于0 所以这里上面的potential 也都是等于0 这样了解吗 好 那 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就类似说 你站在这个位置 你照镜子 在这里有一个印象 这有一个印象 这里也应该会有一个印象 ok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是这个问题 你必须有 一个image charge 两个image charge 三个image charge 去取代 这个 condition plan 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好 那 相关的问题 在你们 习题里面有 那我后面的就不做了 你们就可以 把习题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试试看 那接着我们要看呢 刚刚都是平面的 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的是 炎柱体的 我说 如果我有一个炎柱体 那这个炎柱体呢 外面 外面 我换了一个 light charge 这个P点 那有一个light charge ok 那我现在 基本上面 这个是一个conductor 换句话说 你可以看到 这个好像是一个大的水管 那外面呢 有一个 这个 啊 线的电荷密度 的 跟它完全平行的情况 那 一样的 这样子的问题 我期待的是 我要去计算 我的外面一点 的potential 那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 一样的是 如果没它的话 那我就去计算嘛 因为它均匀分布 那我就算出来 这是 前面那一张 你都学会 但是 现在 lambda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这上面的 charge的分布 会不会是均匀分布的 不会了 对不对 从 刚刚我们 这个 印象电荷 来看到的话 它的charge 至少 你可以像 想象的到 就是说 这边一定密度 比较高 然后 密度越来越低 对不对 那 我们说 到底它的 影像电荷 在哪里 我说 这个东西 首先 我假设 它 距离它 是低 然后 它的半径 是A 那我们现在 首先 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 我不知道 它的影像电荷在哪里 但是 我假设 假设说 我这里的 lambda 在 这上面感应的 total的 charge 的 light charge density 是负的lambda ok 就好像 我这个是正Q 这边是负Q 是一样的 那当然这个假设 不一定是正确 所以 首先 第一点 我用假设的 我的 这个 这个 induced 的 light charge 它是负的lambda 这是假设的 那第二个 它要位在哪个位置上面 你可以任何的位置 但是 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 它应该是 你不会去想到说 我要假设在这边 也不会想到 我要假设在这边 应该是一个对称的位置 那它可以在 这个对称轴的 这个轴上的 任何一点 那我说 我假设它 位在这个地方 那 这一点呢 是我的 induced light charge 的位置 那 它如果是 负Lambda ok 那 它呢 距离 延点的位置 我说 我就把它用 di 来表示 好了 那 不管你假设了 这些东西 的结果 首先一件事情是 如果有一个light charge 那它外面一点 我说 我说 R0 负的 R0到R E.DL 如果 for light charge density 那你知道 这个算出来 我们都知道 它的电场 是 2π 190 然后 R0到 R R分之1 的 DR 这个是 限电荷密度 外面的电场 你都已经知道 所以 所以 你 求出来的结果 是 2π 190 分之1 log的 R0 R 这是 你可以知道的 对一个light charge 那它的密度 这边还有一个lambda 限电荷 lambda来讲 那这是它的参考点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 我们老早 在上一章 你已经求 这个已经知道的 那现在 你现在有两个light charge 那在任何的一点上面 那我们看到 它的 这个 电荷密度 它的potential 是等于多少 我说 VR 减 VR0 有两个部分 提供给它 一个是正lambda 一个是负lambda 你提供给它的 那 首先有 两个东西 你必须要 第一个是说 我在这一点上面 第一个是R 第二个是Ri 那你可以 秀出它的potential 换句话说 第一个 lambda 启用给它 是2π1小零分之1 lambda的 log R R0 第二个呢 是2π1小零分之Lambda 的Ri 的R0 所以 对这个 任何一点来讲 我知道 我的lambda 跟负lambda 对它的potential difference 就变成是 R分之Ri 这是 lambda加负lambda 这个系统里面 所得到的一个potential 那我现在 我把这个potential呢 放到哪里去 把这个点啊 放到 这个上面了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现在 我把它 我直接在这图上面画好了 我把这一点呢 移到这个位置上 你觉得说 我把这一点当成m 那我说 在m这一点 那这个m呢 是 在这个表面 这个圆柱的表面上面 这一点上面 那我们看到 我说 vr-vr0 在m这一点上面 我们知道 它的 2π1小零分之Lambda log rRi 这个要等于constant 不管我的m是在哪里 我m在哪一个地方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导体 所以它是等电位的 希望有没有问题 OK 那你既然 它要等于constant的话 这一项一定要等于constant 它一定要等于constant 因为它是等于constant Lambda是固定的 只有它是等于constant 换句话说 当我把它放到 当我把我的focus 放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Ri跟R的关系 不是随随便便的 也就是你的Ri的位置 跟R是已经定值 OK Ri跟R的关系 是定值的话 就是你的di是确定的 对不对 所以 我把这两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它是应该是什么 它是相似三角形 OK 所以 你现在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的半径 A 所以 R 比Ri 你的边长 跟A比 A比Di 那也就等于 D比A D是这一段 这是斜边 斜边就是B 这个三角形 这个最长的斜边 就是A 它是等于Const 从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说 我的di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di的位置是等于 D分子A平方 所以我非常清楚的 这个di的位置 不是随随便便的位置 而是什么 它的大小 是D分子A平方的位置 那 你就可以满足说 我在 这个是Const 的情况之下的 这个相似三角形出来 那 因为你已经找到了 当我 假设 induced charge 是等于 负Lambda的时候 我就可以找出 我的di的位置 那 可以让它 这上面的 potential 是什么 是Const 所以 我说 这个解 就是我们的解 因为 我们之前 已经知道说 这个电位 它是 唯一的 部分 OK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以后 你就马上 可以知道说 原来 这个 炎柱头 它如果是一个 Conduct 的话 那 因为 外面 这个Lambda 所对应 使它 induced 这个 Charge Light Charge Density 你就可以把它 当成是 负Lambda 它位在 b分之a平方的位置 然后取代它 这样了解吗 那有没有问题 这是 你的image charge的情况 有没有问题 三角形是这样的形式 什么 角度 哪几个角色 要射一个 你说哪一个什么 四三角形 你不是用三角形去比 你是橘子色的 对 跟你的绿色的 是不是一个三四三角形 这是这个角 然后边 对应的边 然后 这个A 跟这边的A 这个比这个 然后这个角 对应的是这个角 然后 这里的边 A的边 A的边 等一下 对 下面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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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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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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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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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不 對 第一 R分之RI 他比值已經是constant了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所以RI跟R是constant 你一直跟constant 但是你的A跟DI 雖然比值也是constant 但是你又不能說 這兩個是constant的相等 A跟DI的比值 DI的比值跟A的比值 DI是決定RI的位置的 對 你都DI的位置 DI的位置如果你在這裡的時候 你的RI比R 那個大小就不一樣了 也就是說 這個已經是定值了 那你這個定值是 這potential對應的 就是你的這一個炎柱的一個大小 potential的大小 你的reference point 在哪裡已經沒有關係了 OK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好了 這兩個位置 這個有什麼問題 這兩個三角形 橘子色的跟綠色的 這是一個相似三角形 但是現在我一下子 角度MO MPO這個角 OK 因為X跟它是比例的 所以MPO這個角 應該要等於 OM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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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PI這個角 OMPI這個角 這兩邊是 對應比例 所以這個角度 跟這個角度 會相等的 然後這個角 又是跟這個角 相等 這一個跟它是成比例關係 這兩個是三四相小型 沒有問題 OK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這是我們 這一個東西 可以用 Lambda是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它的值呢 是負Lambda DI的值是 B分至A平方來表示 那同樣的問題 接著我們看到的 假設如果是兩個 嚴重 那這兩個圓柱呢 大小是一樣 我畫的還沒有很精確 這也是A 這也是A OK 那我們說 這個圓柱 這兩個圓柱呢 它是 這個圓柱呢 我們說它是 代Lambda的 那這個呢 是代負Lambda 那你現在 你把 這個問題 就好像 我現在要把這個 代負Lambda的 charge 全部 用一個image charge 來表示就是負Lambda 在這個位置上 那我應該要同樣的把這個Lambda的圓柱 OK 用一個點 用一個light charge 那它是在這個位置上 那它是在這個位置上 那這個呢 一樣的 一樣的 是負Lambda 是負Lambda 那現在 我要問的是 假設 這個是D 這個是D 那到底它的位置在哪裡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你等於 所以 這個東西 這個圓柱 現在是用一個 image的light charge 來表示 它是負Lambda 那它的位置是在Di的位置 但是Di不是它隨隨便便的位置喔 Di的大小 是等於B分之A平方喔 OK 跟它的圓柱的半徑 跟這個的 位置有關係 OK 這裡就變成是 你所謂的那邊的D 換句說 這裡的 條件是D加Di要等於D 而Di呢 是等D分之A平方 那你就可以去計算出來 來 那 你的 這個Di的位置是在哪裡 或者你把它直接放進來 D加D分之A平方要等於D 那你就可以知道D是等於多少 那你就可以知道D是等於多少 那你知道D以後 喔 對不起 D是已經知道了 應該知道這個小D是等於多少 那小D知道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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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Di是等於多少 OK Di的條件只有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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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實際上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就是你把它額外加進來的 為了你從那邊的問題衍生過來 那從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這樣的詞的系統 你知道這兩個Light charge以後 那他們之間的距離 這兩個之間的距離 就是等於大D減兩倍的Di 換句話說 你這個問題呢 實際上就好像是什麼 好像是 我這一個Light charge 那這個Light charge 這是Lambda 負Lambda 然後呢 他們之間的距離 是等於D-2Di 那它其實就構成了 一個capacitor C 這個capacitor的值 是等於 因為他們兩個之間 有一個potential 我們說這個capacitor 是單位 這個capacitor的值是 單位長度有多少的電容值 那就是Lambda Q Lambda OK 除以potential v 那這是 這個v是兩個之間的電位長 你就可以求出來 OK 同樣的這個問題也當成你們的習體一個好 這是一 那第幾個習體了 第幾個習體 15 這是第幾個習體 這是14還15 15是吧 好 這個呢 就16 OK 然後你求的就是 D等於多少 Di等於多少 這個capacito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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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問題 你既然已經知道 你既然已經知道說 你既然已經知道說 我一個系統 OK 我兩個 炎柱體 我兩個 那這個是 正Lambda 這是負Lambda 那我要去求 那我要去求 在這一點的potential 現在呢 實際上 你已經變 變成這樣 你的問題呢 已經變成 你是在這裡有一個Lambda 那 這邊有一個負Lambda 那 對這一點的potential 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問題 從 這麼複雜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把它簡化 變成是 你這是 正Lambda 在位置 在這裡 負Lambda 位置在這裡 然後 對應它的potential 那 當然你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 是你求出來的結果 DI的位置 你非常清楚的 所以這兩點間 你可以把它當成 這是一個B 這也是一個B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B 和A 那 他們之間 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A V DI 都是有關係的 對它的 貢獻 這是我們 接著我們要探討的一個問題 OK 所以 你可以有一個 非常複雜的問題 現在我們用 image charge 的觀念 你可以把它簡化成 我們可以處理的問題 只是 這些image charge 要位在哪裡 你必須要知道 好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 所以 這個問題 不管你是不是十六組的人 你一定回去要先做一下 因為你如果搞不清楚的話 接著我這個問題 你就不知道你的DI應該取在哪個位置 你不知道DI在哪裡 你就無從去算它的potential 對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上到這個位 地方